做一個APP的話,第一個你要先準備好這個素材 這個素材的話,可能你自己要想辦法 看是要把它做一個材圖啦 就是一張一張的把它分開來 然後那個尺寸可能你要自己先把它規劃好 也不能有的大有的小,反正你要做成一定的比例 而且最好是那個解析都一樣 不然的話好像有的比較大有的比較小,其實看起來沒有那麼好看 或者做太大也不好看 然後最後的話呢,把它分別放進去,我剛剛也放進去了 你會滿花時間的 那裡面的話呢,基本上每一個的尺寸 基本上就是寬大概就是寬30 然後高的話是25 所以看起來的話,剛好就是整個 12個圖都可以看到 不過好像因為上面有一個TITO,有個這個東西 所以它變成會往下擠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25太高的話,你其實可以再讓它小一點點,變20之類的 可以讓它底下這些不會被消掉 那再來的話呢 把這個做完之後 如果我要做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是希望說,當我按下其中一個按鈕之後 比如說按下老鼠的鼠 然後我可以把一些訊息做一個提示 可是做提示的話,什麼方式是最簡單的 當然我們假設我們剛開始不要做太複雜 我們就是做一個比較簡單的 也許就是說在使用者介面 這邊有標籤 標籤的部分的話呢,就是你直接拉到哪裡 拉到它的上方好了 上方,記者不要放裡面 放在這個上方 當你拖拉的時候,你會看到它有一個 深藍色的一個 算一個條狀吧 你不要放這邊,這邊變成放在裡面 放在上面 也就是放在哪個位置 其實就放在那個 表格配置 1的上方 這邊就有個標籤1 然後呢,裡面的話呢,也許你可以把字稍微放大一點 14好像太小了,把它改成20好了 然後顏色的話,也許你看要不要把它改成其他顏色 比如說這邊還可以讓你調整 顏色,因為預設是黑的 改成紅的好了 然後裡面的文字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改成,比如說請選取 請選取 或者是請選取生效 那這邊標籤的話,預設是文字 裡面的話就標籤1文本,那你把它改一個 比如說 請 選取 打錯了 太小了,請選取 請選取 比如說請選取生效按鈕 或者是請點選 請點選 應該是點選 點選 OK 那這樣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字應該OK吧 請點選生效按鈕 所以點了它之後 如果假設我們剛開始程式不要寫太複雜 我們希望寫一個效果就是 當我點選的這個 然後它可以怎麼樣 直接在這上面顯示好了 也就是 您點選的 鼠 OK 或者您點的牛 點的虎 有沒有 就是讓它可以 有一個互動好了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說當我點了 點了它有沒有 它能夠 改變 這個標籤裡面的文字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 特別注意 所以 第一個先把 素材 上傳 第二個的話 把 介面給做出來 這個應該不難啦 就是三列 四行 然後按鈕的話 每一個都把它 設定 並且在上方做個標籤 這個是介面設計 接下來就是要寫程式了 寫程式的部分呢 記得是在 我們的右上角的一個 程式設計 那我是希望說按下它 改變它 改變的話是改變 我們就 不額外增加一個標籤了啦 我們就直接用這個標籤1來顯示 我點選的訊息 這個訊息的話 其實你們也可以參考 程式在這邊 就是上面的話呢 請 選取 生效 這可以改 然後呢 這邊的話就是 把程式寫上去 也就是當按下 某個按鈕的時候 然後呢 設定標籤1裡面的文字是什麼 比如說你按下的鼠 你按下的牛 等等的 那寫的方法記得 切到這邊來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如果說呢 要當我按下 老鼠的時候呢 讓它顯示 你按下的鼠 那怎麼 怎麼讓它顯示 並且顯示在上方喔 那 首先第一個切到那個程式設計之後 2的話按下這個按鈕 就是這邊有個配置 那當我 按下按鈕 你會把 點它的時候 這邊會出現 那個 你做了什麼動作啦 有沒有 當 按鈕1 按鈕1是老鼠的 被點選的時候 點選這個啦 它是什麼 取得焦點 取得焦點就是你 點住它 它就會 執行了 然後長按的時候做什麼 那其中的話應該是這個啦 當我 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被點選的時候 那我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的話 就是跟大家講說 請你幫我變更 它裡面的資料 那如果變更呢 其實就變更這個裡面的資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就會有一個 標籤1 那標籤1裡面的話 我要變更 你會發現這裡面很多選項 其中應該有一個是 變更裡面的文字 有沒有 那你 比如說這邊有標籤1的文字 標籤1文字 那應該要哪一個 其實如果你假設不知道哪一個 你可以看這個形狀 有沒有看到這個形狀 這個形狀有點像這邊一個缺口 所以如果假設標籤1裡面 你如果是選這一個 它一定放不進去 為什麼 因為它長不一樣 所以長不一樣 一定不是這一個 所以這個 這個不行 這個就把它 把它 刪掉 OK 這不是這一個 所以你要找到哪一個 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上面有個缺口 其實就是這個 OK 所以你把它 移到這邊 放進來 意思就是當我按下老鼠的時候 那就設定什麼 設定這個標籤1 就是上面那個 那個標籤 裡面的文字 然後為什麼 為什麼的話 你這邊要放一個文字 所以你要放一個文字的話 記得 請你在這邊找到 應該是文本 因為之前我們用數字 數字 我們之前也用過那個 多少數字 那這個時候的話 不是用 數字 而是用文字的話 那這邊就是文本 文本裡面的話 那其實也是一樣 它後面一定要有個缺口 所以呢如果你要放的話 一定是 不過前面好像都是 一個缺口 有沒有 就是突出來了 那其實只是放一個文字 就是你按下了數 所以呢你直接 把這一塊放到這邊來 然後呢 你在裡面打字 有沒有前後雙以後 就是文字 然後打什麼呢 你按下了數 然後呢我習慣是在前後加上雙以後 這樣 好OK了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 同樣的 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做一個之後 目前 再把它切回來 點它 這個OK 可是點牛呢 因為你沒寫 所以它不會work 所以如果你要寫一樣的東西的話 你是直接可以在這邊再加一個 當我按一下按鈕2的時候 有沒有 然後呢 一樣的動作 把那個這邊標籤有沒有 標籤 要取這個 放在這邊 然後呢 把它放進去 記得喔 把它放到裡面去 然後一樣的文本有沒有 再把它設為什麼呢 設為你按下了 把它結合喔 記得喔 不能把它分開 你按下了什麼 不對 我好像選錯了 應該是 文字吧 所以這裡還是可以改 標籤1 設為什麼文字 有沒有可以了 然後呢 你按下了 牛 所以有時候偷懶 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這邊來 這邊你按下了牛 OK 不過啦 跟各位講就是 假設你按鈕3的話 變你還要再做一次 好像有點慢 有沒有快一點的方法 教各位一個方法就是 你可以按下滑鼠右鍵 它這邊有一個叫 複製方 什麼 程式方塊 就是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你可以多一個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就不用重做了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上方只要改一下 把它改成按鈕3就可以了 當按鈕3 按下去的時候 然後呢 就變成什麼 變成糊 OK 所以這邊改一下 把這個裡面的字 改成糊 好 這樣大概 我先做三個好了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其實就 完成我們要的效果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當我按下這三個 會不會有work 所以一樣 在這邊 把它打包成APK 那它一樣 就會幫你把它打包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安裝到那個 就是夜神模擬器裡面 讓它跑跑看 當然你也可以在手機上run 因為手機上當然是最 最直接的 而且效果應該是 跟你的手 手機是 完全是貼近 因為模擬器 畢竟是 還是經過一個 轉換的動作 可能有一些畫面 不太一樣 那下載之後的話呢 把它執行 理論應該就ok了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比較簡單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 12生效 試著做做看 總共有12個 然後把它裝到這邊來 我們來看一下 那理論上 按下它有沒有 你按下的鼠 你按下的牛 你按下的虎 有沒有 就大概這樣的效果 底下這個應該沒有 因為這個我還沒寫 所以它 怎麼按都沒有 ok所以這底下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重點 跟各位回顧一下 第一個 我是先 增加一個 標籤 所以記得 這個標籤 拖拉到這裡 然後 改的話呢 記得改 字的 大小跟 顏色 然後裡面的字也改 請點選 生效按鈕 那程式部分的話 就程式設計 寫這個啦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